一个道卧奖 他做梦 那么黑难 非常的恐怖 撒害生啊 撒众生生啊 屠宰生啊 他闻的很多事他很恐怖 他就想起来 他念金刚经 念念的 念不上来了 就念心经 念心经他一念 念念的 光明没有了 黑难没有了 就看着光明大道 看光明大道 他就醒了 他问我这个梦好不好 不是还要问我吗 你自己应该知道了 我经常有恐怖的时候 他一念佛号 或者一念圣号 或者你记住哪步经 随便的哪步经都可以 所以你记到的 一念 马上 有的马上梦醒了 有的马上就光明现前了 这是平日啊 功力 用到 遇到那个什么景气 现前 这个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动念的 人家心无动念 没有什么黑难 也没什么光明 国际上 国际有个性欲的 欲壮严 他呀 晚上上厕所见 拿一个灯 看着前头啊 一个十吨 一蹦一蹦的 在他前头就蹦 他就很怪 赶到进了厕所去了 那就蹦他跟前去了 身体蹦了 他说 哎呀 你来了帮助我 我这个蜡烛啊 蜡台更没法割 就割到这个灯子上了 这灯子就不敢蹦了 这蜡烛就割到 他那个灯子上了 就湿灯子上了 完了 他方便完了 他说 谢谢你了啊 你今天给我当个蜡台 完了 这个呢 施灯说话了 说你这种怪东西 他说我不怪 你才是怪 你跳到我跟前干什么 他自己写他的故事 他小时候遇见这件事 我看见 不是 一切众生都入世啊 咱们所以说 有时候遇见这个 遇见那个 不是你遇见那个外邪 是你心不正 你要有三妹的时候 三妹就是正定 什么境界象 不要随他转 随他转就落三土 要住在无动念 假使说 你要说 哎呀我今天遇见鬼了 你要一害怕 那个施灯可就有作用了 找你的麻烦了 他陷入很多事 你不但不怕 你还把他治住了 你的精力把他射住了 一切妄念 不齐 一切法 心不动念 什么念都不齐 这时候就得到光明了 一切法 心不动念 得到智慧明 有名就破黑难 不遇死 不遇死 那就能够得到佛法的加持 哇 哇